我們請施部長 請施部長 施部長 今天早上的質詢的議題還是 很熱門最熱門的還是ECFA 不過我剛剛聽幾個委員在質詢 我想進一步再請教你比較細的東西 現在你在說雙英辯論ECFA之後 馬英九的民調有提升了 老百姓支持ECFA的比例好像也提高了百分之七八 根據媒體的多數媒體的報導有一些向上揚 我要進一步請教的是這樣子 到底這些提升的就是支持的這些ECFA的這些鄉親 在南部地區 假設把佐水溪以南做一個比較 到底在南北區佐水溪以南 老百姓因為雙英辯論 他激起提高的比例到底多少 我跟委員報告 你這主要都是我媒體啦 媒體不做細部分析喔 所以我不知道很抱歉 我不曉得 你不能說你不知道阿 你現在在推動這個政策 你不能講你不知道 我覺得部長你講這樣子不對 因為你要推動這樣的一個政策 如果你沒有民意的支持 你今天講這句話 我心理上要支持你簽ECFA 我就要打問號咧 我們坦白講今天民進黨 提出很多意見 來阻擋ECFA 或者是說他提供很多意見 讓我們再重新省思ECFA的簽跟不簽 我感覺說 我們要對於他這一方面 還是要做正面的肯定 但是你面對這個問題 你不能說你不知道 委員剛剛問我說 這整個這個民調的這個變動情形 在做七億分佈的話 我沒有這些七億分佈的資料 真的沒有 不行 我還要進一步請教你 左水溪以南的縣市 我要請教你 ECFA 簽ECFA 到底老百姓支持度是多少 根據我們過去的統計資料 特別在雲嘉南地區 對ECFA的支持度是比較偏低的 偏低是到多少 辯論之後是多少 就我剛剛講 因為我目前沒有這個統計數字 所以我沒辦法回答 我知道趨勢是偏低的 部長 我需要你 我希望你 更進一步要承擔這個責任 你也許看的是整體的 但是我們是 地方 流水溪以南 像我們這是嘉義官 三星的立法育館 OKOK 我們有民意的壓力啊 你要告訴我們 或者是 你將來你面對 左水溪以南的縣市 欸 流水溪以南的管制 全部都反對 或者百分之五十以上都反對 你要 你將來要宣導 你要從哪個地方去宣導 你要在台灣講啊 是不是 你要去家共選得 讓這一些 鄉親 他們可以對政府有信心嘛 你現在不是只有這樣 欸 政府的施政 那些人是說 一比跟他攤負都會哭 把南部管制 變成這樣 選舉一定輸 每次都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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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不解決 我想一個 有責任 有擔當的政府 是不是啊 你剛才站起來 我過去也都在金正宏園 我真支持人啊 謝謝 我沒有反對的意思 但是 EKWA 假設像你這樣的態度 我覺得你還不夠 還要更 更深入 要去了解南部地區 在嚇嚇什麼 需要這樣選得 怎麼樣才有辦法 讓南部地區的鄉親 他們來支持EKWA 不我跟你說齁 夠真理智 我們回家在賣的啦 你要好好去做 這是我第一點 我愛大家講 謝謝委員的這個指教 我們一定會去 看這個民調再往下走一層 看他縣市別 是什麼情況 那我們再來做 對於個別的縣市 採取不同的一些狀況 跟委員報告 謝謝你 第二點 EKWA 我之前和一些台商在說 他們說一句話 剛才王金正宗說 不簽啦 雖然這樣 黏著他 簽下去的時候 慢慢死 剛才在說的 十年 有一些 我們現在面對的 一個是 農產品的進出口 一個是勞工開放 中國勞工開放的問題 大概是這兩大議題 是不是 目前跟委員報告一下 勞工議題目前不會列在 一般的 所謂區域貿易實定 或自有貿易實定裡面去 所以這問題呢 不會在這個場合 來做處理 所以勞工的確定 不會放在裡面 那農產品的部分 現在就是說 你對這個 像說 農產品的部分 十年夠啊 我們的產業結果 農產品的產業結果 那時候 條件不好使的時候 怎麼辦 怎麼 我跟委員報告 剛才蔡主任有說過 目前 一般的 自由貿易實定 一般的 的確在WTO 有個所謂原則性的 期望說 能夠再十年 但是剛才 有委員提到說 事實上 已經有二三十個的 區域或 自由貿易實定 都超過了十年 其實我們自己 能夠記得 能夠跟尼加拉瓜 簽的自由貿易實定 就簽了十五年 所以時間會更長 我們現在跟兩岸之間的經濟協議 我們所要求的 我們努力方向 也要把時間 盡量拉長 讓它有更長的調適期 所以呢 十年 在我們努力裡面 應該會比較更長 這是我們的公法 我們的講法 我感覺說 政府要更明確的告訴 更明確 跟我們南部的鄉親說 我簽Eco 來後 台灣的農產品 我的態度 究竟是怎樣 就像這邊在辯論的時候 我在看 很清楚的啊 馬總統跟 蔡英文說 欸 我做總統 到現在為止沒有開放 百的農產品 真靠 台中的農產品 但是你們民進黨 都總開放過了百姓 到底是什麼人 要應用台灣的農民 什麼人讓台灣的農產品 受應用 但是今天 我們簽Eco 多了後 十年的時間到 我們要怎麼去處理 假設不可以調適 農產品 我們對農民 要怎麼交代 政府 對面對這樣的衝擊的時候 我們現在要怎麼去處理 我們政府來頭 我要怎麼去補中 農民的 觀念 我想這些 都要讓 南部地區的鄉親 全我們了解 不能全我們了解 我來講 不是跟民進黨反對 我們南部地區的立法委員 也不一定要支持 對不對 這就不能讓農民 免以恐懼 不能讓農民 覺得我們的 權力是保重 你們現在在宣導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有一個很確定的狀況 就是說 農業的議題 目前不在 ECFA討論的範圍之內 這是確定的 所以絕對不會放到 早週清單裡面去 這是確定的 好 不會放到早週清單 不要說 立法委員會要聽話 啦 講給 南部地區的鄉親 你要講給他們聽話 齁 你 你現在講的 立法委員 不見得每一個人都懂 何況 這是人 抓地圖 你要接著去 了解 什麼早週清單 什麼 談判的 7層 什麼 WTO裡面的規範 沒人了解那麼多 立法委員就不定 全部都了解了 對不對 我昨天問那個AMS 啦 省議長也不知道 內政部市長也不知道 什麼 你不能打農民 動作說 你們是像你們專業的那些 要告訴他很清楚 要怎麼說 說清楚 不然我說 南部地區的立法委員 為什麼一定要支持你們 也不定 第三點 我要問一下 就是說 今天加上公投 反對ECFA的簽訂的時候 你剛才說不清楚 你跟翁金主委員說說 啊到底要怎麼 我跟委員 不過兩部分 兩部分 第一部分 我剛才說很清楚 就是說 行政部門是對立法部門有些 所以簽了要一定送國會來審議 這是一段 這是這段在那裡 時間點 現在看起來是差不多 六七個月上來國會來審議 這是一段 第二是公投 公投的事情當然 當然我們一定要尊重民意 公投是人民的一種選擇 那公投決定要把ECFA 不管國會有沒有審議通過 審議通過之後 也可以把它否決掉 這是一種覆決權 威婉進行到底啊 那假設 假設公投把ECFA否決了 那變成說 我們的法制已經告訴我們 ECFA在國內是不是 是所謂的這個 無效的 那無效的話 我們就要通知對方說 在一定時間之內 這個就要終止 謝謝 沒有 就是要講清楚 今天ECFA對政府和政府是正面的 你有充分的政策上的溝通 你對南部的鄉親 可以當充分的了解的時候 你在怕什麼 國會不會來反對 公投也不一定會輸 不一定 不一定 為什麼你在怕 沒什麼人怕 但是假設ECFA 如果不能對台灣優利 立法議員支持你 也違背良心的對不對 我們南部出身的立法議員 去犧牲到我們南部鄉親的利益 我們也不立場 所以 立場很清楚 對不對 要以地方的民意 台灣的利益 我們農民的關係 為優先 我跟委員報告感謝委員有一個機會 我們來說明 這點很基本的環節 總統有說過 如果ECFA對台灣不利 政府不可能去簽 我們做公務員 還不去做最愛台灣的事情 不可能做在那裡 這些事情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總統有說過 假設ECFA對台灣不利的話 即使談判破裂也在所不惜 所以這個原則一定會遵守 一定要對台灣有利 一定要對台灣有利 補長 你在說這是一個概括性 我跟你說你 沾對地區性極性的部分 你要進一步去聊 我剛才跟你說 為什麼要對南部地區 對農產品 對南部地區 你要有一套 很清楚的公返 我想齁 這點我第三點我來拜託 第四點齁 我想時間很短 你在這裡強調利能產業 我們要未來的利能產業 我這一次 我在美國 做訪問學者的過程裡面 我對於利能產業 我特別去請教很多 學者跟專家 當然 美國到現在為止 他們的政策上面 跟台灣一樣嘛 因為G7 所有的再生能源跟利能產業的一個發展 他們甚至動用了很多預算 我現在是覺得說齁 你一個利能產業 你要去讓它 你要讓它成長 或者讓它發展 你一定要政策上去support 一定要去支持 我們今天在談 Biofuel 或者是談Ethanol 台灣的政策到底是什麼 將來是不是要繼續發展生殖能源跟生殖酒精 到底方向是在哪裡 你要告訴我們啊 第二個 第二個 我們對Biofuel跟Ethanol 這兩種東西 你到底你的方向 你要繼續延續 用黃豆油跟蔬菜油 或是說我們現在在用什麼田菜這些 你要用這些繼續來提念它的生殖柴油 或者有什麼最新的方向 我們要去研究 比較新的研究方向 我們要去把它 引發出最新的科技 來替代過去的這些蔬菜油或者黃豆油 提供這生殖柴油 你要有第二個方向出來 第三個方向 我感覺說 包括我們的再生能源你想 比方說我們現在在談到的 你能源局裡面你要好好去看 我剛剛請教了一下 像能源局 欸 你對風 對 對這個太陽能 發電 一多 我聽說十三塊錢 你會看規模大小 大概十一到十三 十一到十三 但是對其他的再生能源 你的價格 想要壓到這麼低 為什麼獨貨太陽能產業 今天我們要 多元化去發展我們的 再生能源的時候 才是你的政策方向不清楚 而且你是 單一的獨貨一個產業的時候 我擔心的就是說 將來我們的再生能源 不會金融發展 而且我們的再生能源 不要多掌控我們 我們將來沒有辦法有 再生能源的一個政策的時候 將來台灣都要聰明了 我想今天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我自己有很多位想要好好談一談 我想將來我 有機會我要繼續跟你討論 再跟委員請教 再生能源的部分 怎麼去發展 你能源局定定的價格 到底合不合理 我們將來的政策方向 你到底要研究 我們的再生能源 生殖材料跟生殖酒精 你到底要用什麼去買 買圓花 我們將來要怎麼去做 我都希望你好好去做 部長齁 我對你趨勢很高興 我看得出來 你從技術官僚裡面 這樣子一路走上來 你是一個專業敬業 而且理性的一個部長 我很希望你好好做 在你的 擔任經濟部長的任期裡面 我也希望你能夠 開創出一番新格局 齁 我跟你負面 謝謝